所以这样的一个案件 它是一个未满65岁以上的一个独居市民 照它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先透过1966机构喘息 但是它只能两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接下来它要入住机构 为什么会没办法入住机构 我来跟你说明一下 因为本市 身上的住宿机构已经满床 它这样的一个状况 要转介到彰化室 这样的一个个案市长你知道吗 还有多少的个案你知道吗 而我昨天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立即的询问我们的科长 科长今天派人督导社工 一起下去彰化关怀 市长 你有多少的人力编制 可以在发生这样机构暴力事件之后 再派督导跟社工下去关怀 那其他的业务量该怎么办 那如果没有议员关心 这样的一个独居市民 他该何去何从 那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张机构的表格 它非常的复杂 就有的法规设立来说 我们分为不同种的机构 身障机构 安养机构 养护机构 长期照顾型机构 跟护理之家 还有住宿型厂照机构 市长跟处长 还有卫生局长 你们能够分辨出这样的一个差异吗 我想由市长来回答我 报告议员 我对于基隆市长照或者是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们需要更多的照顾的机构跟照顾的机制的需求是短缺 而且需要很积极的来增加 这一点我是有体认的 那对于这个不同的这种照顾机构 跟他们的定义 跟他们收容的方式 透过你的表格可以比较清楚的了解 谢谢你 学慈强调基隆老年人口比例高达19.4 全国第六 但长照需求量确实不足 我们的照顾服务员的一个培训课程 他必须受到训练 九十几个小时后 然后还要上加值课程 各二十二十小时以后 他符合资格拿到长照小卡 他才能够从事为照顾服务员 那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员的课程的安排 在基隆市低 非常欠缺 欠缺培养这样子的机制跟鼓励 市长 处长都非常的清楚 能力不足 却办训课程非常的少 还有上完课九十几个小时 有的要上完快要一个月 一个月上完之后 他要先换长照小卡 具有资格 他才能再去上加值课程 加值课程一年只开两场 他没有上完这些加值课程 有些机构他是不能服务的 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比较大规模的跟 卫生局长跟社会主长研究后跟议员也请教一下 是不是可以比较大规模来做这些培训 然后甚至给他们鼓励 他们愿意投入这个职场 政府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更多的一些激励 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激励是什么 但是我想这个会后 我们一定会开一个很认真的会议来讨论这些人力的不足 然后给一个很明确的方案 然后这方案再请议员指导 这个方案里面应该是有包括 要用更大的心力来培训这个更多的训练人力 就如同您说的过去13年也没有很大的改变 那我们这个团队也还算是新上任了 尤其是卫生局在 我想我们会尽快的来做这样子的准备 市长谢国梁承诺未来将亲自召开专案会议 加紧建设长照机构及增补人力 记者黄绍明记忍报道